这只狗狗现在非常伤心 它甚至收拾好行囊准备离家出走 就在刚刚 正在独自玩耍的小黑被一阵欢快的笑声惊扰 不出意外又是主人们正在观看其他狗子的视频 对此小黑瞬间变成了一个醋坛子 它本想叼着玩具和主人们一起玩耍 可是来到客厅后它愣住了 只见主人居然准备给别的狗子点关注 随着鼠标的按下小黑嘴里的玩偶也随之掉落 主人不仅点了关注还点了更新提醒 它瞬间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于是他伤心地跑回房间收拾好了行李 就这样小黑被上行囊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主人听到关门声急忙上前查看 然而早已是狗居楼空 意识到错误的主人急忙追了出去 这时的小黑在路上独自流泪 不知何去何从 一辆公交车恰好停在了他的面前 就这样小黑毅然决然地坐上了车 姗姗来迟的男主看着远去的小黑着急地哭出了声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还是发生了 正享受自由的小黑被坏人盯上了 危险悄然来临 小黑的背包被坏人抢走了 重要的是腿短的他还无能为力 怎么办 那可是自己的全部家当 小黑只好闻着味继续追赶 早已跑远的坏人正在沾沾自喜 小黑却还在苦苦追寻 然而内心的无力感却油然而生 失去了爱又失去了钱财 悲伤的小黑颤抖着身体痛苦地哭了起来 此时寻找无果的主人也非常伤心 他们收拾一番后 拿上寻钩启事到处张贴起来 流浪的小黑现在也非常后悔 好在无助的他找到了一个纸巷安顿下来 看来今晚只能饿着肚子在外过夜了 此时他多么想念家里那个温暖的小床 于是他拿起笔在纸板上颤抖着写下了一个夹字 他多么希望睡一觉后睁开眼就能看见主人出现在面前 这时寻来的主人们刚好遇到了那个坏人 面对询问坏人还摇了摇头 但他手里的背包却出卖了他 面对事实他只好乖乖指路 直到天黑 两位主人终于找到了小黑 委屈的小黑奋力奔向了主人 随后他们幸福拥抱在了一起